第九題 在做針孔成像的實驗室如土 蠟燭與指瓶的位置不變時 若只將針孔向左移動 逐漸接近蠟燭 也就是拉大針孔與指瓶的距離 指瓶上的像會如何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針孔成像圖 這個焦光線是交叉的 所以它的成像一定是所謂的導力的像 有力量 第二個我們再看到 如果我們這個指瓶跟指瓶的距離 如果比較接近的時候這個像會比較小 比較遠離的時候那個像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指瓶跟針孔距離拉大 它的成像會變大 所以呢第九題問我們說 指瓶向的會如何變化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向維持導力但逐漸變大